大家好,我是青石 今天是3月20号 今天多伦多的最高温度已经可以达到12度 但是最低温度还是在0度以下 那么这个温度我就把我放在院子里的这些烧药 盆栽的烧药都打开了 我现在跟大家介绍一个比较简单可行的一个办法 就是盆栽的烧药怎么在室外过冬 大家知道我们多伦多是非常寒冷的 从每年的11月底12月上旬就开始下雪低温 一直到3月份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景色 这个景象其实就是我们室外过冬的烧药 它当时在冬天处的情况 它们都在埋在厚厚的雪堆里边 这样子雪给它们盖了一层棉被 反而创造了不错的条件 北的一堵墙边上我又放了许多许多烧药 但是这个地方我是把每一个小小盆上放一些稻草 大家看到没有 放一些稻草 这是稻草是我刚刚打开的这些稻草 完了以后上面再盖上一层的油布 这样子大概是个这种情况 大家看到没有 这种情况就非常好了 你看这个芽已经从稻草里出来了 每一个烧油都发得非常好 看到没有 发得非常非常好 大家看到 这个办法其实是非常麻烦一点 但是挺管用的非常好的一个办法 大家看到我们一盆一盆打开 除了有极少数一两盆 没有发芽的 没有发芽 这可能也是比较晚的品种 也有可能 其他都是什么 发芽发得非常非常好 所以这个办法 如果你觉得这个办法好 你也可以采取这个办法 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增加一些草药品种种的花盆里 这样可以安全过冬的话 特别是对爱好草药品种的朋友来说 是一个不错的办法 好 我们可以最后再慢慢地浏览一下 这些草药都发得挺不错的 而且这个草药可以这个时候把花期提早10天到20天 另外就是说放在花盆里那些 草药管理起来特别的容易 你可以把它搬来搬去 完了以后这样子的话 不受这个土地阳光的限制 是挺好的办法 好 谢谢大家 拜拜